海贼王,红发为什么每次在大事件中登场,其实他有助自己的目的。 海贼王中红发香克斯是四皇之一,在风车村的时候还就过路飞,大家对红发香克斯的印象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海贼对于海贼王的位置并不感兴趣,也对生命财宝和地位没有要求,整天带着自己的伙伴到各个岛屿上开宴会。 看起来非常的自由,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却喜欢多管闲事,每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香克斯总是会登场,并且扮演主一个好人的角色,让人耐人寻味,那么他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对待艾斯之事 艾斯是海贼王罗杰的儿子,而红发则是之前海贼王罗杰船上的实习船员,按理说他不会对自己船长的儿子见死不救,所以红发找到了白胡子,让艾斯不要去追黑胡子。 因为黑胡子的实力一直深不可测,他担心艾斯会遇到危险,但是来到白胡子的船上的红发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刚上船就把白胡子的船员霸王色霸气给阵列了。 让白胡子很不舒服,之后白胡子不仅没有采纳红发的建议,反而是逆其道而行,不仅让艾斯去追黑胡子,还要让艾斯告诉黑胡子白胡子船上的规矩,难不成这都是红发的激将发? 对待凯多之事 在顶上战争的时候,白胡子海贼团正在忙着和海军交战,这时候忽然冒出来一个凯多,据消息称凯多是准备偷袭白胡子管辖的地方,但是从后续剧情中来看 凯多之前肯定是和白胡子单挑过的,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干偷袭这种小人才会去做的事情,而红发之后就参与到了其中,他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阻止了凯多 如果说双方发生了战斗想,显然不可能这么快,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或许红发给了凯多什么好处,让凯多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才撤退了 对待顶上战争之势 在顶上战争中白胡子海贼团和海军打得热火朝天,之后当白胡子死的时候红发出现了,早不来玩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了 从表面上来看,红发阻止了顶上战争 让白胡子海贼团剩下的船员得以逃脱,但是换一种说法的话就是帮助海军收拾了战场 众所周知海军的目的是处决艾斯,之后艾斯死了,而且四皇之一的白胡子也死了 这时候目的已经达成,如果在和白胡子剩下的船员以及刚登场的黑胡子海贼团再来一场战斗 估计海军这边是吃不消的,而红发的登场恰恰帮助到了海军 对待某个海贼之事 在顶上战争结束之后红发基本上就没有再登场了,因为世界格局已经非常的稳定了 但是在四皇大妈和凯多两人联络之后红发再次登场了 而且还去了吴老星所居住的地方,吴老星对红发也是毕恭毕敬 红发说此次来的目的是谈论一个海贼,因为这个海贼非常的危险 但是为什么要和吴老星谈这件事呢? 换而言之,红发的目的是告诉吴老星这个海贼的出现很可怕 可能会威胁到世界政府的统治 在红发和吴老星谈完这个海贼之后,连伊姆大人都登场了 而吴老星这些常年坐在办公室的人也准备出动 消灭一切可能威胁到一亩大人统治的人 红发喜欢爱管闲事 而且都是爱管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 表面上看似好人 为了海贼 但是同样也是在帮助驻海军 他的目的让人难以捉摸 从之后红发看到陆飞悬赏金的邪恶一笑 不难发现,北田似乎在谋划住什么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